奇襟風箏節大型風箏飛上天 在空中飄揚超夢幻 吸引超多遊客湧入高雄奇襟 當地知名海產街被遊客塞爆 警方巡邏徒步區內 居然有好多車輛違規亂闖 車裡的嗎 租的 南下遊客當場開罰 但還有不少本地人居然也中招 你知道這裡面不能去嗎 我從那個巷子出來 出來你還是要走巷子裡面 因為我不是這裡的人 本地人吃罰單 交通管制讓當地民眾抱怨連連 本地人狂被開單 到底要怎麼出入居民超抓狂 遊家歸不得 遊客可以騎 為什麼只抓本地人 苦了居民 肥了商家 要逢酒了一整個 就要用進去 有機場說話 我們村公比較稍微 這樣就不行了 超過不公平 我們做到要死 台灣蜜蜜蜜 我們要做新鮮好了 所以說真的 都今天在跟我們交叉 不只風箏節 平常週末大馬路風街 海產街就會禁止車輛通行 當地居民大喊 太不公平 到底沒說話 你當時說也是沒說話 這都燒焙 才沒在賺多錢 就是能夠往開一面 因為我是騎經人 我知道那一種痛 風箏節期間 共鼓發55件車輛違歸 騎經風箏節連續兩年 打出知名度 吸引不少觀光客 人潮勇進 但交通管理 卻連當地人也一併被限制 回到家貨出門 必經之路變成開罰陷阱 店家賺寶寶 當地居民收罰單也收到寶 難怪名怨衝天 記者蔡武妍 葉正雲 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戴力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